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什么是Spring 那这里说到了Spring呢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开源框架 它呢由Rode Johnson开发 那是帮助我们在项目开发的过程当中 分离组件之间的依赖关系 其实所谓的组件呢也就是我们真正应用程序当中的对象 对象和对象之间的依赖关系 那么它的主要目的呢就是帮助我们简化企业开发 那这里面呢有几个核心的概念 第一个就是IOC IOC的全称呢英文叫做Inversion of Control 也就是控制反转的意思 那通过刚才的程序呢你会发现 创建对象还有对象之间的依赖关系的维护 这样的事情呢是全部都在Spring容器当中完成的 不需要我们程序员在代码中具体的实现 那这个概念呢就是控制反转的概念 即对象创建和对象之间关系维护的控制权呢 由程序员管理变为由Spring管理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概念就是DI DI的全称呢叫Dependency Injection 也就是依赖注入的意思 那这个概念其实前面在IOC当中我们已经提到了 也就是对象和对象之间的依赖关系的创建 那在Spring当中呢专门有一个动词来描述 这种创建的过程我们管它叫做依赖注入 也就是DI 最后一个呢就是AOP Asp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也就是面向切面编程 那这个概念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当中会专门有一章来讲 那这张图呢我们看到的是Spring的这样的一个框架的组成 那Spring框架的功能呢 大约由20个模块来组成 这些模块呢按组可以分为核心容器 这儿Core Container 还有数据访问集成这样的一个模块 Data Access Integration 另外呢还有Web模块 这个位置 那另外呢还有AOP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模块 还有设备Instrumentation 然后另外呢还有Messaging消息 另外后面这块呢还有一个测试模块 那我们分别来看一下每个模块它大致的功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面的核心模块 Core Container 那在核心模块里面呢这有一个叫做Core的模块 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前面我们说到的IOC与DI 也就是控制反转与依赖注入的最基本的实现 就在这个Core核心模块当中 那接下来呢就有一个叫做Beans 那它呢其实就是Bean工厂当中Bean的装配 所谓的Bean工厂其实就是创建对象的工厂 Bean的装配呢也就是我们对象的创建工作 那接下来呢这有一个Context Context呢其实就是上下文 也就是IOC容器 Spring容器 我们通过Context这样的一个模块来实现 然后SPL 其实就是Spring Expression的意思 叫Spring的一个表达式语言 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所说的就是核心模块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数据访问层这样的一个模块 你会发现它可以支持GDPC的封装 另外呢这里面有一个ORM 那ORM呢其实就是支持一些数据集成框架的一个封装 比如说JPA啊JDO啊还有Hibonet啊等等 都是包含在这个ORM这个模块当中的 而另外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叫OXM的模块 那OXM它的全称呢叫做ObjectXMLMapping 也就是实现了一个对象和XML互相转换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JMS 那JMS呢其实就是一个生产者Produce和消费者Consume 这样的一个生产消费的一个消息功能的一个实现了 然后最下面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叫Transactions 也就是事物管理啊 如果学过JDPC的同学应该对JDPC的事物管理肯定是特别熟悉的 所以在Spring当中它也专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事物管理的功能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右面的这个Web模块 Web模块呢这里面包含了一个SpringWeb 这个Web功能呢实际上它面向的就是Web应用程序了 比如说我们Web应用程序当中的文件上传功能 另外呢使用SpringWeb的监听器 初时化我们的IOC容器这样的一个功能 都包含在这个Web模块当中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SpringWeb模块 这个SpringWeb模块就是我们大家都听说过的Spring MVC的功能了 那后面呢我们会专门有一门课程去讲这个Spring MVC 那其实你也会发现 其实Spring MVC和Spring的关系就是一个什么关系啊 是一个包含的关系 Spring呢包含Spring MVC Spring MVC是Spring当中的一个模块而已 那接下来呢这地方就是一个Portlet了 Portlet呢大致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们看一个网站的一个首页的时候 那这个首页呢可能会有不同的子窗口来显示不同的模块的内容 那我们就管这个首页叫做一个Portlet 那么Portlet当中的每一个窗口呢就是一个Portlet 所以说Spring的Web模块可以实现我们这样的一个内容集成的功能 或者是说内容聚合的功能 那WebSocket这一块也就是Web的一个Socket这样的一个开发的这样的功能 然后接下来AOP面向切面编程 前面我们提到过了 这个我们会在后面专门有一章去讲它 然后Aspects呢提供了对AspectJ的一个支持 那AspectJ其实也是面向切面编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后接下来这个Instrumentation 这个意思其实就是检测器啊 它会提供一个JVM的一个检测 还有Tomcat的这样的一个检测 然后接下来MessageIn MessageIn实际上就是Spring当中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消息处理这样的一个功能 然后最后这块还有一个Test Test呢其实就是利用Spring它给我们提供的这个Test模块 我们可以非常方便的在Spring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集成的环境当中进行一个单元测试 也就是说我们在做单元测试的时候呢 Spring会帮助我们处处化一些测试过程当中 需要用到的资源对象 所以整个看起来呢 这张图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哈 所以Spring它所能完成的功能呢 也是比较全面的 好了上面呢我们说的就是Spring的一个基本的介绍 稍后 3 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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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402010 1 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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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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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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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1600260604050604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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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406060 00607060305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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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旺装理发行的